意大利团家是利马多认为 中国历生的一个朝贡体系啊 它不是过国向中国朝贡 而是中国向过格朝贡 在中国历生有一个朝贡体系 也就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 最喜欢的一个万国来朝 自汉代以来 能不能让四一兵符万国来朝 就成了衡量一个王朝 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但是这些国家凭什么就来朝贡呢 除了仰慕中华文化 另外一个就是大国兵威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经济利益 比如汉武帝为了面子 就花了不少钱 去收买一滴钱来朝贡 巴恩故在汉述中 对汉武帝这种花钱买朝贡的做法 就表示而强烈的不满 中原王朝对待朝贡 一向是厚往伯来 明代苏明达那 前来进贡龙岩乡 市价就是九万钱 但是大明王朝呢 就是给了四十八贯钱 高出市场价五位多 日本进贡腰刀 市价是三贯 但是大明王朝就是用十贯买下来 有了这种朝贡的政策 就把朝贡当做一个到中国挣钱的一个暴力行业 很多骗子也加入其中 明代遭遇过两次 自称朝贡的骗子 花大价钱买一个万国来朝 也难怪立马都认为 认为这朝贡体系就是我们向过格朝贡 明代嘉靖年间 蒙古安达汉给大明大明朝廷血迹 要求前来大明朝贡 换紧后往博来的一个赏赐 这嘉靖皇帝说什么都不同意 结果安达汉 率金打到北京附近 汉列人出二百万 先生你要是让我进贡 我就撤金 你不让我进贡 我一年抢一次